一年吃掉400万只猫 越南人为何如此爱吃猫肉呢 屏幕前的小伙伴有没有吃过猫肉呢 可能很多人都无法将自己家中养的可爱猛虫 和餐桌上的食物联系在一起 在我们的心目中 猫咪是一种可爱的动物 但越南人却不这么想 他们不仅会将猫咪做成一道道美食 还愿意花大价钱去餐馆吃一份猫肉食物 在越南的街头上 你很难看到流浪猫咪 这并不是因为越南人将猫都带回家中 而是越南人将这些流浪猫都端上了餐桌 在越南可以看到路边有很多猫肉馆 在猫肉馆的门口 会有很多只小猫被关在笼子里来吸引顾客 仿佛在说 这里有现宰现吃的新鲜猫肉 大家快来品尝 而在猫肉馆中坐着无数食客 在大块朵移地品尝着猫肉食物 在越南人的观念中 认为吃猫肉可以给全家带来幸运 同时 他们还认为猫是老虎的化身 猫在当地也被称为小老虎 吃了猫肉后 就可以变得和老虎一样身强体壮 在不同的时间里吃猫肉 对于越南人来说也有不同的含义 根据数据显示 越南人曾在一年的时间里 就吃掉了将近400万只猫 如此庞大的数字 让人不禁好奇 越南人吃猫肉的习惯 同合而来 这其实和当地的历史有关 越南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处在战争之中 当地人民过得民不聊生 再加上其他国家 对于越南的打压 老百姓们经常是吃不饱 穿不暖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是手头有什么 就吃什么 很树皮等情况也不在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自然是不会放过猫这种肉类的 再加上当时的人民流离失所 经常生活在地道之中 地下阴冷潮湿 如果想要养殖牛羊这种大型动物 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猫这种动物体型小 对于居住环境也没有什么要求 平时还可以解闷 实在没有食物吃了 还可以杀了吃肉 于是当地便留下了吃猫肉的传统 躲过了中国吃货 却没有躲过越南人的土刀 越南人为何如此热衷于吃猫肉呢 他们平时吃的猫都是从哪来的呢 在越南当地 我们很难看到流浪猫的身影 这是因为大部分的流浪猫 都被越南人关上了餐桌 除了平时猫肉馆需要猫肉外 在一些越南人的观念里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 人们是必须要吃猫肉的 于是在当地 猫肉经常是供不应求 人们大肆抓捕当地的流浪猫 为此还差点毁掉整个生态系统 猫咪的数量减少 导致当地的老鼠数量大肆泛滥 在上个世纪末 越南多个地区都曾爆发过鼠疫 看到这种情况后 越南政府开始下令 禁止当地人随意捕杀流浪猫 并且关闭大量的猫肉馆 随着法律的落实 一开始的时候 当地的猫咪数量果然有所恢复 但可惜的是 当地人吃猫肉的习俗 并不会随着猫咪被保护而消息 政府不让捕杀猫咪 这些人便开始在私下 偷偷地进行售卖 并且这其中大部分的小猫 都是从越南境内的家中偷来的猫 根据数据显示 在2008年到2015年之间 越南多个地区 都有丢失猫咪的事件发生 报告中还指出 在越南境内 几乎没有专门养殖猫咪的厂家 也就是说 大家一直以来所食用的猫咪 其实都是被偷来的家养猫 如果猫咪像是牛羊猪一样 有专门的养殖猎 自然可以进行食用 但如果这些猫咪 都是被毒杀的家养猫 那么这种情况便是不合法的 但当地人并不在意这些猫咪 从哪里来的 他们在乎的 只有还有没有猫肉可以吃 在当地的猫肉馆内 经常能在后厨 听到猫咪的惨叫声 根据店家描述 如果猫咪在死前 处于十分紧张的情绪下 那么猫肉的质感 就将会有很大的提升 于是店家便用这种方式 来将小猫们残忍地杀害 越南一年 要吃到四百万只猫咪 可以说是没有一只小猫 能够逃过越南人的筷子 而对于猫肉这种食物 为何我国几乎没有人吃呢 首先 就是小猫作为目前 家中常见的宠物 很多人 对猫都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感 无法想象 将猫端上餐猪的画面 其实 早在我国古代 猫咪就已经作为宠物 陪伴人类了 并且 当时猫咪的主要作用 其实 是为了抓家里的老鼠 来保护自己辛辛苦苦种植的庄稼 我国 从古时候 其实就没有吃猫肉的习惯 再加上 晚上猫咪的眼睛 像在发光一样 古代人 在晚上看到猫咪后 还会给猫 附上一层神明的色彩 就更加没有人 去吃猫肉了 当然 我国 也不是完全不吃猫肉 在我国的两广地区 就有一道菜的名字 叫做龙虎豆 别名 叫做狸猫会三蛇 主要的食材 就是毒蛇和猫 不过 随着时代的发展 很多毒蛇 在我国变成了保护动物 这道菜 慢慢地 便由鲜鱼和猪肉 代替了 而我国不吃猫肉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没有专门养殖猫肉的养殖场 不像猪牛羊 这种常见的动物 目前 在国内 乃至世界上 都有了十分成熟的养殖链 而像猫这种肉食性动物 如果 想要专门养殖 所付出的成本 也要更高 再加上猫咪的成长周期较慢 繁育能力 也没有很强 养殖下来 对于养殖户来说 并不合适 因此 在全世界 都没有形成专门的养殖链 目前 市面上所出售的猫肉 大部分 都是流浪猫 而流浪猫 平时主要的食物 都是翻人类世界的垃圾桶 这会导致 它们身上 携带各种细菌 就算经过处理 也不能保证 吃到嘴里的 是健康的猫肉 当然 还有一部分人说 猫肉 口感其实是发酸的 不过 由于很多人 没有吃过猫肉 所以很多人 对猫肉的口感 都持有不同的意见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